校董离世 引发遗产之争 曾经和和气气的一家人 如今为何变成仇人 一致大打出手 与之详情 敬请收看本期法言 《书嫂校产之争》 关注社会法治热点 讲述热点背后的故事 这里是广东卫视法言 今天我要给大家讲的是一件 有关豪门的恩怨 故事的主人公叫阿珍在深圳 他跟我们说 在他毫不知情的情况下 他和丈夫的结婚证 莫名其妙的被人给撤销了 而且这消息是他两年之后才知道的 阿珍说这个背后肯定有人在搞鬼 那这事听起来就很奇怪 无缘无故的结婚证 怎么会被人撤销呢 如果说有人背后搞鬼的话 谁会搞这个鬼 他搞这个鬼的目的又是什么呢 阿珍是客家人 十四年前 惊人介绍认识了阿忠 阿忠大阿珍十几岁 有过两段婚姻和三个孩子 尽管如此 阿珍还是嫁点了他 请了几十张台 当时我家里人都是住在这边 叫了酒不就也很浓重了 按农村婚俗 阿珍和阿忠认为摆了酒就算完成了婚礼 之后他们生育了一对子女 生活过得没衣满心 孩子大了需要入户口 这时候他们才意识到 自己两个人还没领结婚证 孩子的户口自然也就办不了 然后两个婆就一直亲自去 补办结婚的小孩大了 是你们两个人亲自去 去到哪里办 去到青州镇 因为那个镇政府也是 镇政府我父狗牵到他那里去 结婚证是可以补办的吗 我们两个婆亲自去哪 阿忠的老家在青州镇 那是何园市和平县深山里的一个贫穷小镇 距离深圳好几百国民 时隔多年 阿忠仍然清楚地记得 当初是怎么和阿忠回老家 不办结婚证 既然如此 又怎么会有结婚证被撤销这一说 阿忠生前可不是一个普通人 他在深圳龙岗拥有一所超过千名学生的私立学校 名气很大 可能按那个就差不多上一吧 这些操劳啊 这些就很大的现在 潜心潜意都在这个学校里 这间学校是阿忠03年创办的 他全身心地投入到学校的建设 令他在短短的五年之内 从一家默默无闻的私立学校 发展成为省一级的实验学校 正当这所学校不断壮大的时候 阿忠却突然离世了 擦过室之后 这所估价过亿的学校 引发了一场家族的争夺战 交锋双方 正是阿忠的老婆阿珍和阿忠的弟弟们 当时老师曾经在悲痛之中也没记想那么多 因为第二天的老三就叫人说 他说把学校的那个老公办公室的钥匙搞开了 把学校的公章证件就全部拿走了第二天 第三天他就说他学校也有股份 就叫人拿了一份那个协议过来 阿忠在家里排放了大 下面有四个弟弟 弟弟们拿出协议书给阿珍看 就是想告诉阿珍 学校并不是大哥一人所有 我老公占40% 他们各占20% 这就是阿忠的弟弟们拿来的合作新办学校协议书 他是在2003年签订 里头写明学校的创办人有四个人 是阿忠 阿忠的三弟王荣洪 四弟王荣雄及一名亲戚刘涵 说当时学校的投资约2000多万 由黄龙雄和刘涵一次性借给黄龙雄的阿忠出国传 学校的股权收益份额 阿忠占最多是40% 其他三人各占20% 钱财再多也没有用 是吗 只要身体好 大家合合去去一家人 我老公死了 这样才安息 就想的是这样 内容我也没怎么仔细看 他说有就有 沉浸在丧腹之痛中的阿珍认为 学校事务再由书贝们操办也是对的 过了一个多月 王家召开家庭大会 说要划分学校的股权效益份额 实际就是将阿忠名下40%的股份 不等于分配到他的技巧的名项 阿珍分到的份额是最多的 还高出其他三位投资者 28%成为学校的第一档 阿忠的三弟王荣宏是名律师 据说他在王家的地位仅次于阿忠 因为他文化高 见识广 家里人都认为 他最有资格接替董事长一致 但是阿珍却不同意 他认为老三从来就不参与学校事务 凭什么由他来当这个法人代表和董事长呢 按照这个股权分配来看 他拥有的份额最多 再说了 学校发展到这么大的规模 也是他和老公一起打拼得来的 阿珍想 既然要变更法人代表 登记举办者 怎么能没他的名字呢 我这位所谓大嫂呢 也在学校挂一个总务办的名 就管管学校的仓库啊 校服课本 作业本 分笔 分笔 差这些事情 阿忠三弟的言下之意 就是这位大嫂的能力有限 除害他之外 所有家族都劝我要把这个责任担起来 那我无可推辞 我们另外几个股东 只是挂一个校董的虚名而已 从来不参与实质的管理 校董也是对外的吗 我们这几个校董没有登记在张城里面 但是学校的行政管理班子 谁都知道 都叫我们王荣 没有 都是我两个妈在学校上班打理 阿珍和王荣宏 因为变更举办者一事 开始有冲突 两人互不相让 矛盾也越来越深 协议上没有说他要做校董 只是说他参与学校的管理工作 学校的人事架构展不变化 不变化 每月为了保障他的生活 一万三块钱的工资 我的内心感受是 以前以礼以法都没有亏待他 我两伙伴辛辛苦苦 一起创办来的学校 我这样去拿点工资 去拿钱的工资 我像乞丐一样 我说有没有适当的 他们原来对你这些大嫂 是很尊敬的是不是 对 老公在的时候 大家做很好 老公死了就不 以前他们也很尊敬我 他在我家族里面 我们是认可的 认同这个大嫂 认同他 认同他的为人 不管是发自内心 还是一种其他的 很尊重我的母亲 但是我们经常聚在一起 吃饭什么的 都是有说有笑的 这个是非常和谐 我感觉 是家族非常温馨 是对你以前那三个小孩 也是相处 相处的还可以吧 他几个小孩都叫他阿真一 相片上的这家人 有老有小 个个满面笑容 给人和气 幸福的感觉 可是令人遗憾的是 这一切的一切都已经成为过去了 现在这一家人已经变成了两家人 阿真因为坚持登记他为学校的举办者 令王家人起了疑心 觉得这个女人不安分 这是有私心的 但是谁又能理解他的不安和失落呢 说阿真是个学校最大的股东 他却感觉到自己啊 是一点一点的在被人架空 连学校的报表 什么都不让我看 收多少钱 收支多少钱 学生多少 我只有经过校长 经过主任去问一下 我才知道 除了在学校没有话语权 阿真还感到王家人不再像以前那么尊敬他 生活上对他们三母子也缺乏关系 我老公一直连电话都不打 问一下 哎呀导致要不要大家一起过来 吃顿饭啊 现在过节啊 是吧 我能不能听听三母你在六楼 六楼那里你说多体谅啊 这种落寞与往日的热闹相比 形成了强烈的反差 令阿真的内心变得极不平衡 他越来越敏感 还做出一些不理智的行动 去年的十月份 国庆节那期间 他从学校的六楼到一楼 整个学校就以祭拜我哥为名 整个学校撒纸钱 撒那些祭拜的用品 你说学校经得起你这样折腾吗 百月的时候 我就在我学校的六楼的门口 我家里的门口摆了老公 我老公死了 你就不闻不问 他就以为我故意傻了 我们老家的风俗是摆着很隆重的 我认为他是在故意挑事 闹事 令王荣宏气愤的是 阿真竟然还写了一堆大字报贴的学校 到处都是 唐和皇子的写上 王荣宏霸占家产 出门被车撞死 这些胡言乱语 当时是说给我一万三 因为这些事情 因为找了我领他两个月的工资 也是百般刁难我 我自己后面也不发给我了 对他那种贪婪 心无厌足的厌恶 非常可恶 是吧 有吃 有穿 有住 这么尊严的生活 不要 还要这样来 阿真和王荣宏的矛盾愈演愈烈 最后竟然发生了肢体冲突 那一天 学校的学生 交了近一百万的学费 阿真去到财务科说 要将钱立刻拿到银行入账 却遭到阿中弟弟们的关注 童突的这一幕深深留在了阿中小女儿的脑海里 小女孩给我们讲述了当时妈妈都包容的遗情 我站在我妈妈旁边 他们就把我挤开 就一提我妈妈习盖 他就跪下来了 跪下来之后 就跪下来就被他们把 然后我妈妈就说 然后我就说 快点叫救命啊 我就在那里哭啊 就叫救命 然后我儿子就站在那里 我所以才决定去起诉 我就说我赤下那个 我跟他签了那份协议 校董离事 书嫂不可 引发亿万笑产之争 经文被离婚 自己竟毫不知情 广告之后 请继续收看法演 书嫂笑产之争 阿真怎么都没想到 她堂堂一位董事长夫人 竟然沦落到今天这种地步 被人踢得下跪 被人用绳子当贼一样捆起来 而且对方还是自己丈夫的亲人 那些当初尊称她为大嫂的王家人 阿真打定主意 一定要拿回属于自己的财产 他说呀 这间学校是自己和老公一手创办的 根本就没有阿中弟弟们的份 老公独自的 教育局的局长也说 他说是你老公独自的 他说他这样说没有其他研究股份 他这样说吗 这种说其他有股份的话 他们应该知道是吧 是有股份有备案的 这份章程记载 学校是由阿中出资三千多万开办的 如果说这所学校真是阿中个人所有 那阿真当初又怎么愿意签上那份 看似极不平等的股权效益分配协议书呢 我一个父女人家还有小孩 吃不了多少 吃穿不了多少 只要大家和和气气 最主要是能把学校发扬光大 最主要我最终的目的是这样想 不过后面他完全想帮我踢出去 跟这个学校的财产 不是说我哥去世了 我就猛地拉出这张东西 拉出来 我要特别强调一点 我跟我哥有协议 学校是我几个兄弟 和另外一个亲戚跟我大哥合作先办的 知道阿真想要撤销这份股权分配协议 王荣红非常冷 他说自己参与办学有根有据 当时出资办学 他出的钱甚至比大哥还要多 而且心甘情愿当幕后老板 因为大家都是兄弟 无需分太清 发生纠纷之后 记者尝试向其他两位股东 王荣雄 刘涵 还有学校的校长 了解十年前的投资办学情况 遗憾的是 他们都拒绝接受采访 听王荣红和阿真说了这么多 可能大家都觉得这俩人真伟大 初中还有几分相似 只要王家好 我自己吃点亏 无所谓 可惜的是 当涉及到彼此的切身利益的时候 昔日的什么校敌 勤奋昔日的初衷 那都通通的不堪一击 2011年11月 阿真向法院提起诉讼 要求撤销这份股权 效语份额协议书 疏扫双方最终还是闹上了法庭 但是令阿真想不到的事情 还是发生了 做出撤销决定的是青州镇人民政府 他们说在定期对婚姻登记工作进行监督检查时 发现持证人的结婚证存在以下问题 一是 结婚证未完成婚姻登记填发结婚证程序 二是 该证持证人阿中 阿真并没有到青州镇婚姻登记处办理结婚登记 三是 该证不是实证人本人签领 而是外人以需要办理阿中的业务为由暂戒 四 阿中和阿真双方至今都没有去申请办理婚姻登记手续 不仅如此 阿中前妻的两个孩子得知继母阿真 要撤销那个学校股权收益分配的协议书之后 他们俩向何元氏和平县人民法院还提起了行政诉讼 要求法院撤销青州镇人民政府发给他爸爸和阿真的结婚证 他们说爸爸生前和阿真只是同居 继母阿真是居心不良 企图冒用合法妻子的身份侵占爸爸的巨额遗产 根本他俩就没补办过结婚证 他们认为青州镇人民政府的注销决定已经说明一切了 的确 如果阿真不是阿中的合法妻子 那么他就完全没有继承遗产的资格 可是法院会怎么判这个案件呢 2012年的3月19号 何平县法院支持了阿中两个孩子的诉讼请求 撤销了阿中和阿真的结婚证 明明有两本结婚证在我手上 他不是这样乱来吗 阿真说 结婚证被注销和撤销这一切都是王荣红在背后指使孩子们和他动用的关系捏造出来的 目的无非就是要他净身出库 那么阿中前妻的孩子又是怎么说的呢 反正就是说大家关系都很好的 后面的话发展到这一步我们也不想 其实我最反感最反感的实际上是他对我爸爸的尊重 然后第二个话说实在话他真的是太贪婪了 那你刚说他贪婪是指他那个要争取70多的股权吗 是的 因为因为我叔叔的股份实际上大家都知道的 这个无口厚非的 去年三月份阿真因为不服和平县法院的判决 向和元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一年过去了阿真终于等来了终审判决 和元市中级法院做出改判撤销和平县法院的一审判决 驳回阿中前妻两个孩子的诉讼请求 表面上看阿真是胜诉了 但是阿真说他依然面临着丧失继承丈夫遗产的资格 因为终审判决并没有对青州镇人民政府做出的这份 蹊跷的结婚证注销决定进行定庆 如果阿真要证明自己的结婚证有效 那首先要撤销这份注销决定才行 目前他能做的也就是启动行政诉讼 但这结果将是怎样根本无法虚测 看来这场亿万的笑产之争还将继续 我们将继续关注 可是故事说到这儿 我想各位想一想 刚才节目里面那张其乐融融的全家福 再看看今天这行江末路 势同水火的两家人 为了财产 原来书嫂相称 今天是仇人相见 给各位最终留个谜语 兄弟十几个抱着个柱子过 兄弟要分家衣服全扯破 这是个什么吃的呢 这里边也许就是这个案子正经的 好了 感谢您收看本期看演 下周同一时间 我们再见